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1月3日 今天是星期一 早幾天 習近平 就簽署了 預備役人員管理暫行條例 這個是計算今年3月份實行的預備役人員法之後 將一步落實 這個 後備兵役的措施 好了 後備兵役 究竟要多少呢 730萬 軍事專家是這麼說的 他就說 俄羅斯戰爭之中 俄羅斯打到現在沒有兵 中國就覺得 我們也要 增強我們的兵源 除了增加後備兵役人數之外 當然要提升各方面的戰鬥力 後備兵役到底有沒有辦法增進呢 這個要看中國現在平時 讓你看開的東西 當你看到 小學生開始玩炸藥包 然後到解放軍的表演 就是胸口碎大石 鐵喉鎖鎖鎖 還有 拼刺刀 你就知道他們的 真正的敵人在哪裏 他們真正的敵人還是人民 刺刀只可以刺向人民的胸口 沒有辦法 刺向 美軍 或是台軍的戰機 我看一部電影 其實印象很深刻 就是 老蕭拍那一部《上海皇帝》 他 拍那一部《上海皇帝》分開兩集 第二集說到日軍打到來 一班上海的黑社會 即是行社的社員 組成一隊別動隊 要抗日 原意是好的 問題就是 他們的大蝦 全身傷了 對不起 杜先生 我們一個蘿蔔頭也看不到 我們的人已經死了 1937年 1937年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何況現在 你看到北韓派軍隊 只能是派對獄 他們連軍人也不算是 因為他們只有面對被屠殺 以及做有利 所以你的後備役 無論多強大 即使你有一億後備役 也沒有用 因為你只是一堆肉 你派一堆肉去戰場 多少肉也是沒有用 一個炮彈就可以消化你一萬人 你有多少人 一億人 只需要一萬塊炮彈 就可以消滅你一億人 當然啦 這個很浪費 一億人就代表一億個眼角膜 其實很浪費 這次北韓虧大半 普京只是給2,000美元一個月而已 那些人死了啦 你出糧出一個月而已 再來呢 再派人來呢 有沒有撫術啊 哪有撫術啊 你知不知道眼角膜值多少錢啊 你將那些人 賣到中國 賣多很多錢 所以這次 金正恩續舍本生意 那堆士兵 一萬個士兵 你知不知道可以賣多少錢啊 一萬對眼角膜 一萬對神 一萬肺 一萬肺 一萬肝 一萬肝 全部都是士兵 年青力壯 個個都值錢的 雖然營養不良 起碼沒有脂肪肝 我們看看人民日報報導 人民網說 預備役人員管理暫行條例深入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 推動預備役人員法的動作 但並沒有公佈執行細節 中國人大去年通過預備役人員法之後 今年3月1日正式實施 當時中共國防部發言人吳謙表示 法例 是為了打仗做準備的 好了 吳謙說 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 以軍事需求為牽引 以備戰打仗為指向 以質量建設為最力點 將而提高預備役人員履行使命任務的能力和水平 預備役人員法 將原本規定 擔任司團營連排級職務的 分別為 35至50歲 提高到50 至60歲 即是你本來可以退休的 現在不太退休了 慢慢做下去吧 即是將炮灰年齡增加 增加炮灰人數 擴大炮灰基礎 原本退役人員將重新納入預備役登記範圍 並依照兵役法規定 連滿18收稅的男性公民應該被掙扎服役 其實這條條例 究竟是想怎樣 第一 他會將抗軍去到730萬 第二 根本 習近平要推出 預備役法 實際上 是要抗衡 張又俠 為甚麼 我們看看張又俠 在做甚麼 這是一個中央軍委裏的不桿子爭奪戰 大家知道 中共 政權 是靠槍桿子和不桿子 槍桿子就是武力 即是暴力 德桿子 就是宣傳 或者謊言 所以 他們很多時候用筆去控制軍隊 所以裏面有政委 大家知道政委是做甚麼嗎 政治思想工作的委員 政治委員其實就是洗腦 所以 政委實際上的地位 其實是比司令員或元帥 鄧小平當時就是119師的政委 劉伯承就是119師 的司長 所以當時又叫劉鄧大軍 就是說劉伯承鄧小平 政委當務高級 其實鄧小平也有資格入選十大元帥 不過他最後就說不做元帥 那麼小就怎麼做元帥 不過他也有勞過用勞 我們說回 也是同一天 軍委副主席張又俠 他們控制的中央軍委辦公廳 印了一套文件 這個文件說甚麼呢 繁榮發展強軍文化實施綱要 這個文件 多次提到要強軍文化 也提到強軍思想 但是沒有再提習習近平強軍思想 而軍委主席負責制也沒有再提 習近平在31日 簽署了剛才的命令 預備人員管理執行條例 這篇文章 是有提到習近平的名字 包括習近平強軍思想 張又俠 出的文章 或是他控制的文章 是沒有習近平的 在習近平的文章 當然要有習近平 很明顯 現在他們 在爭奪 不桿子的控制權 張又俠 當時他和軍方 因為中央軍委辦公廳 現在 變成了張又俠控制 因為之前辦公廳主任 叫做鍾肇軍 是習近平的人 現在鍾肇軍被人燉了冬菇 沒得搞 所以 中央軍委辦公廳已經成為了張又俠控制 而習近平 沒有辦法干涉 他只能夠透過自己的筆桿子來宣傳 自己的名字 這個 很明顯已經是一個衰落的表現 因為大家鬥起來 下面的軍頭不聽你 解放軍部呢 宣傳喉舌 中共是十分之 重要的宣傳 渠道的喉舌 你知道 當時控制四人幫 他們第一時間要控制央視 以及 人民日報 原因就是 那個是中央的喉舌 不可以被他們掌握 如果被他們掌握到 就糟糕了 他們會反攻的 大家知道毛澤東當年 如何發動文革 因為他在北京沒有辦法發表文章 所以他只能透過上海的 文匯報 發表我的一篇大字報 炮打斯林報 他批評 當時的北京市委 是斟策不入 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當時的北京市委是彭真控制 宣傳部長是6-1 是吧 公安部長已經換了 當時65年已經不是羅瑞卿了 但是羅瑞卿之前控制住的 後來 就換了 換了這個 複製 複製也是上將來的 當然這些都是著名的 左嘴 左王 一個 柯慶斯 一個 謝複製也是仆街人渣中的人渣 說回來 當時老毛 他們 是爭奪那個北桿子 證明北桿子其實從來都站在 槍桿子 都是指揮的 你 天天 告訴你 你要服從誰 要向誰效忠 你就向那個效忠 槍最終都是由黨指揮的 但是 黨 就是由北桿子指揮的 所以 只看這兩天的文章 已經看得出 他們現在兩個人 要爭奪的就是北桿子 下面你的軍隊是效忠於你 但是如果北桿子的話風一轉 大家又要效忠習近平 下面的軍人是沒有辦法的 你無所適從的 不過中央軍委現在 很多時候都可能跟習近平對著幹 現在我覺得 似乎是習近平處於下風 而是想透過 一些 德桿子去反擊 去搶奪他的話語權 所以 現在我們還要觀察 但是你看到了 之前開會 或者他在 張家口搞的那個陸軍軍演 習近平 沒有份 當然他出了國 但是 這個軍委副主席何衛東 坐在台下 很明顯習近平的勢力是被鬥倒的 而坐在台下的何衛東還要很欣勤地抄筆記 抄誰的筆記 抄張又俠筆記 你可以看得出那個地位 不同了 即是說他們 現在那種鬥爭 表面上就好像是服從 實際上 在桌底拳腳交架 我們會時刻留意著 解放軍報的輿論 人民日報的輿論 這些都是 留意中共 鬥爭的一種 脈絡的 這次時間我們暫時 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欣賞港局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穩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閒裝置 訂閱Surfshark可以一家人用 多少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